今天我们就准备要离开喀什了 在离开喀什之前 我们打算在这边再吃一顿美食 我们现在在我们前面 就是一家比较有特色的民族餐厅 叫骑士大观园 听说里面装修的比较有特色 你看卖鱼今天穿的也是民族风 我觉得非常的应景 走吧 那我们就进去好好的凑一顿再走吧 已经有三点钟了 不知道人家还已经没有下班 这就是骑士大观园的建筑 从外表上看起来 比较有 它这个风格也是欧式家维族的风景 进来看一下 这里好像现在有点黑 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就在第四年看得到 大宫殿的装修 晚上应该是有表演的 到晚是别人节目有的 几点晚上有是吧 对 晚上几点呢 七点半左右 六点半左右 六点半左右是吧 六点半左右是吧 七点 嗯 嗯 嗯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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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你看这个小楼梯啊 非常的有这个欧式的感觉 走这个楼梯还挺有感觉的 好安静 好安静 这边那个大厅非常的大 好 基本上能做同时容纳一千多个人吃饭的 两位 看一下这边的包间 这个包间 金币汇房啊 这感觉只有在那种欧式的那种公平古堡里才能看得到 看一下他们家的菜单啊 现在好像已经过了正饭点了哈 但是他们还是什么都有 比较骑士大酒店 骑士大酒店 骑士大酒店 呵呵 装修的你看看没有 都是富丽堂皇的 呵呵 看下这边的物价 叫马鸡八十八 嗯 马长啊 马长也可以尝尝啊 可是马长应该是塔城的那边比较多一点哈 呵呵呵 他们这边烤的应该不错 在南疆这边 辣子鸡 四川人开的吗 呵呵 应该我觉得什么口味都有吧 他这里 什么的什么菜都有 嗯 这感觉都是内地干锅都有 干锅都有 感觉到什么菜都有 这么厚一本菜单 不过他后面是他的特色了 就是新疆这边的 囊坑肉啊 戈壁炭烤肉啊 羊肉串十块钱 整个大堂啊 非常的安静啊 非常的安静 感觉我们两个人承包了一样的 对 这边这个薄皮包子 南瓜包子和那个薄皮包子 嗯 这个是 点的肉 羊排 羊排 看起来不错哈 嗯 在这边吃一点吧 嗯 最主要吃的是环境啊 吃的不是说 对吧 等下吃完再去照一照 下这里啊 嗯 对 我们在这边啊 就吃个中饭吧 三点 已经快四点了 啊 不得 锅油肉拌面 直接直接拌进去了 哎呀拌面 在这里吃拌面什么的 价格还差不多啊 对 价格也不贵 就是和外面差不多啊 你别看他那个装修的富丽堂皇啊 嗯 但是他的屋下呢 其实和外面的也差不多 嗯 没有说贵太多 嗯 可能这边就是一个走量嘛 嗯 来这边人特别的多 嗯 来 先吃这个玩意 嗯 来 嗯 特色啊 羊排 嗯 哎 在新疆还没吃过烤羊排呢 哈 嗯 来 尝一口 嗯 嗯 都是这个现做现烤的哈 嗯 所以味道还是不错的 在新疆啊 每天那个吃肉才有满足感 哈哈哈 在新疆你要是不胖个五斤十斤的 感觉是没来请娘 感觉对不起这些吃了肉 是吧 对 天天都有肉 对 这个薄皮包子还有一个羊肉 那个是什么 南瓜 南瓜馅的 南瓜跟羊肉一起啊 哇 这薄皮包子 还不成羊肉的是吧 嗯 还放了一点肉 肉末在里面 南瓜里面放点肉末 好奇怪啊 还行啊 嗯 我发现我对美食这个接受能力挺强的 只要能吃的都行是吧 那不是 我们在这边吃饱了啊 吃饱了 转一下这个骑士大观园 你看你只在这里哦 这跟小公主一样的 山上发亮了呢 就是不灵不灵的周边 这边就是一个大舞台 大厅看一下啊 大厅上面 一个欧式建筑的 欧式建筑和这个 维族的建筑相结合起来的 这里和其他那个酒店还不太一样 听他们说啊 他也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啊 手工打造的说的 他这里是可以随便参观的 随便参观的 上来就看一看嘛 这里这个大厅啊 非常的大啊 可以容纳 应该差不多能容纳 一千多个人吃饭了 这里的包间也特别多 可以看一下 每个包间啊 就跟那个小房子一样的 一个包间都有这个 差不多三五张桌子 所以说包间 包间可能跟外面卡座一样多 所以说这里还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我们现在呢 再去二楼去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 非常的就是会弄啊 这边 他这个边上放的是 放的是那个白沙的 你在那个游轮上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过道 对吧 就是那种抑郁风情特别的冷啊 有这个梯子哈 欧式的 再看一下 参观一下阿罗的包箱啊 他每一个包箱都是 比较有特色的 看一下 刚进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富丽堂皇的 这个呢 又不一样了 这个像什么风格 这个是 也是欧式的哈 哇 这个凳子好看啊 对 楼上的一天圈啊 全是包间 每个其实他都是开着门的 是供人家参观的 这个是简单一点的 这个是简单一点的 就不开灯了哈 普通的 但是呢 就是简约而不简单 估计 也不是那么 那啥的 走廊的一侧啊 这边像什么 就像人家那个公司聚餐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像公司开会一样 公司开会公司聚餐 这一场溜的 哎呦 可以 刚刚我应该是这里的 这里也挺舒服的 这里跟那里下面要舒服 他们搞事我们太矮了吗 我觉得是不同地域的不同要求吧 这个是叫摇篮啊 小孩子的摇篮是这样子的 嘿嘿 挺别致的 大风车 刚刚在这个大观园里面 逛了一下吃完饭 觉得还是 也是挺不错的吧 别致的体验 出来这个大太阳啊 太热了啊 还好我们停车这个地方呢 是有这个阴凉的 大白在吃上热不热啊 给大白带来几块肉 我手扎翻的肉给你吃了好不好 你看你看他急的呦 去吃吃吃吃吃 嗯好啦 带你下来走走啊 大白出来六到一千 大白出来六到一千 前面好像有麦康 哦 这个是新疆的特色啊 卡斯的特色啊 这个 山奶 包冰 这个名字好像不叫这个啥 叫什么沙克啥的 看一下 刚在街边弄了一杯饮料 这个是喀什的特色饮料 这个叫什么名字来的 叫沙朗多克 一般在街边比较常见的 一般都推着三轮车在这边卖 一大块冰 然后加点蒜奶 还有什么油 糖 应该是一个特色调制的糖水 然后搅拌阿滋 挺好喝的 挺好喝的 天气热的话来一个 两天到八道的时候 我们看到人家会表演技术 可以甩的是一米多高的 不过师傅他不会 他说太难了 他用小勺子跑的 尝一口 给阿伯爷来一个 你也尝一口 酸酸甜甜的 对 还可以 就在特别热的时候来一口 特别清爽 有那种酸奶味 还不错 还可以 吃饱喝酒 走了 走了 离开喀什了 离开喀什了 往阿克斯的放上去了 往阿克斯的放上去了 你在学我说话 你在学我说话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咋就不想活了 学一下你说话 就不行了 哪里 从阿克斯一直走 往北疆的方向了 往北疆走了 越走越热 说不定上毒库不就凉快吗 这样子灌水的 这么先进 上来就可以了 他们这边经常要洒水的 太干了 今天开到哪是哪 对的 南疆风景的话都是没有多少 但是美食啊 这种民俗风情还是挺浓的 对的 我们又走上了高速了 新疆这边的高速是比较便宜点 它因为没有什么隧道 它的一公里是好像是按到三毛 三毛多钱吧 一公里 内地是五毛 它那边是三毛多 便宜差不多一半的 这从冰箱拿出来的 昨天放在几栋里面冻的樱桃 冻了硬邦邦的 给你解解乏 凉的 好冰的 硬邦邦的 气不气沉的 气沉的给你看看 好不好吃 樱桃冻 要樱桃粒 樱桃粒 跟吃冰淇淋一样有没有 凉 清醒了吧 挺好吃的 我们把车停下来了 就停在服务区的停车场 在这里也算是挺安静的 一下来感受到 因为四处都是戈壁 戈壁 所以温度感觉比较高一些 对面那个山 好几种颜色 还挺漂亮的 大家出来玩啊大伯 下面才下来 下面才下来 下面才下来不 太热了 太热了 又要下来 还车上凉快 回车里吧 就不出来跑了 又热死了 越往阿克苏的方向走 感觉就是越热了 越热了 回到车里 我发现我们的电缆 今天走的时候 有80% 然后现在只有85% 我感觉这个充电又没充进去一样 它能再充 然后呢 现在是负的 打火 刚看了一下 打火好像也不充了 基本上不充了 这好奇怪 又出问题了 那我觉得还是这个 应该还是这个发电机 就是不稳定 有问题吧 有可能 知道 我觉得那个发电机还得 要不去找4S店换 还有问题 行了 我们在车里先 吃点东西 哎呦 在南疆 就是不吃水果 不对 在新疆就是不吃水果 人家说的 这个樱桃赶紧吃 不能长期放冰箱的 会有毒的 那你说 他们国外运过来不都是一直冷藏的吗 是吧 是吧 也是哈 对啊 所以 不忘了怎么说呢 反正不要放太久吧 嗯 这个桃放冰箱也有点坏了 怎么办 这饭好多天了 是吧 嗯 给你吃 把它吃了吧 晚上吃水果吧 吃水果吧 哈哈 看来吃了一只好多 你也吃水果 下十二度 哈哈 下十二度 不要不要吃蜜桃啊 不好了啊 不给你吃蜜桃 蜜桃有毒的啊 哈哈哈哈 不给你吃蜜桃 不给你吃蜜桃